相信不少韩剧迷都知道八级定律也就是男女主角在第八级才会有吻戏 而吻戏也往往是韩剧中的高潮 近日日网Ranking 也公布了最会拍吻戏男性TOP10榜单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 安孝谢 排倒数 池昌旭锦第四 而冠军打败有吻戏高手之称的朴旭俊 吻共真的一流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TOP11 安孝谢 今年凭借室内乡庆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 攀上视野巅峰的安孝谢 过去在这两部剧中都有令人脸红心跳的吻戏表现 在室内乡庆中 泰伍和夏丽这一对原本进度很慢 隔壁程序和应书都已经滚床单了 这一对却还在推拉 没想到后期开始 泰伍开始狂飙进度 两人很多吻戏也吻得很大感 比如11集的床戏 两人就吻个不停 因为有身高差的关系 因此安孝谢和金师傅的吻戏画面看起来非常美好 而两人吻一吻 安孝谢直接把金师傅抱起来请 还吻出声音 这一段真的看了超害羞的 不过他最为出名的还是在金师傅二里的三段诗 Rust之吻 而金师傅二非常善于运用光线 再加上安孝谢与李盛进的爆棚CP感 几顿吻戏场面都是相当唯美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是玄冰 玄冰因爱的迫降与孙英珍结缘 来人从电视剧走的现实世界中 并在2022年结为夫妻 让许多剧迷都相当开心 在剧中 每一幕吻戏成为了历代级的经典吻戏 不论是病房之吻 船上之吻 或是军事分界线的吻别 都让人看了都觉得好心动啊 玄冰的魅力真的难以抵挡啊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9李中硕 李中硕一直以来都是吻戏匠人的代表之一 在听见你的声音 皮诺丘及罗曼史是别色俘虏里 都创造出不少经典吻戏名场面 尤其李中硕在W两个世界中 和韩笑周的吻戏很多 每一幕又都超级甜 让许多观众都看得少女心大爆发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8孔刘 被称为是韩国最帅大叔的孔刘 用演技和颜值收编了一群名媚 2007年用咖啡王子一号店 红遍全亚洲2016年 再次以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收复亚洲迷妹们的心 孔刘出道至今浪漫爱情题材的作品 虽然不多 但每一部都有经典的名场面 至今仍深深地保存在剧民们心中 被公认为稳极一流的他 也不辜负这个美名 在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中 与金刚银激烈热吻的场面 从脸颊 鼻子 眼睛 嘴巴 一路轻 网络上也有流传着 被删掉的沙发质吻 更是吻得激烈 即使过了八年 大家仍无法忘怀呢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 头部7 朴旭俊 提到吻戏匠人 绝不能不提到朴旭俊 创造了许多名场面的朴旭俊 吻戏也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在精密书为何那样 与朴敏英的吻戏 更是被称为是经典中的经典 不论是衣柜质吻 或是火热的床戏 都被称为是教科书等级的吻戏 其中床戏的观看次数 更是破三亿 让许多剧民看了脸红心跳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6 崔宇直 朴旭俊是公认的吻戏匠人 他的好朋友崔宇直 其实也很会拍吻戏呢 比如 那年我们 好几场吻戏就都很精彩 而且根据严秀和小熊的心理状态 世界上也都有变化 像是高中时的初吻 两人吻的感觉就比较青涩 而经典的沙发吻 则是让人感受到 严秀和小熊对彼此强烈的感情 两位都很会亲啊 不止那年我们 崔宇直之前在韩剧 The Package 吻戏也很带感 这部剧 崔宇直不是主角 他和演员何世恩 饰演一对交往十年的情侣 两人也拥有最萌身高差 181公分的崔宇直 狂吻对方 亲得非常激烈 最后甚至还一路 把女方扑倒在沙发 继续亲 真的很会 日网票选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5 宋江 虽然宋江的演技 经常被网友批评 不过宋江的吻戏 其实我能蛮带感的 在《情想林》中 宋江和金索炫 饰演高中生 两人的吻戏比较青涩 但吻起来画面也很好看 身高差 同样很相配 而在无法抗拒的他 和气象天的人们 宋江的吻戏就激烈很多 无法抗拒的他播出时 宋江和安苏熙各种吻戏 床戏 话题都超高 拍得又唯美又郁 两人甚至一路从玄关 吻进房间 气象天 宋江和朴明英 则是上演火 拉得成人是爱情 宋江把朴明英 扑倒在床上 两人疯狂接吻 看得让很多观众 都脸红心跳 日网票选最会拍 吻戏男性 Top4 池昌旭 同样也是吻戏匠人 代表的池昌旭 从古装剧《七皇后》 到Hiller TheK2 奇怪的搭档 他总是将吻戏 吻得相当唯美 因此 剧中吻戏都会在播出后 引起观众们的讨论 2020年和金智元 在Netflix 爱在大都会中的吻戏 和床戏 更是掀起一阵热议 两人在海边 透着阳光小屋中 吻得激烈 载员甚至将N5 扑倒在床上 尺度大开 让居民们 看得是脸红心跳 只能说 两人真的太会吻了 日网票选 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3 金明奎 以设内相亲 男二一决爆哄 成为大事演员的金明奎 在室内相亲 创造了经典的 摘眼镜吻戏 在网络上成为了话题 引起热议 本人也在MBC综艺 全知干预视角中 被问到这个场景时 表示 我真的看了很多次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大家的焦点 会在眼睛上面 因为没有意料到的部分 成为了话题 我很想看观众们 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所以就找来看了 许多人觉得帅气 不过在本人看来 则是觉得很性感 大家看过之后 觉得如何呢 日晚票选 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2 丁海盈 凭借经常请吃饭的 漂亮姐姐 霍峰 国民年夏男的丁海盈 不论是在电影 流列的音乐专辑 电视剧 雪降花等许多作品中 都有不少的吻戏 尤其在电视剧 经常请吃饭的 漂亮姐姐中 与孙一震的吻戏 在电梯里 与家里 都闻到忘我的场景 都成为了 无法忘怀的名场面 记得当时小编看完 只觉得被撒了一身的糖 天哪让观众们都想谈恋爱了呢 日网票选 最会拍吻戏男性 Top1 李军浩 李军浩 是因为衣袖红香边大红 还获得试地的肯定 其实他也超会轻的 衣袖的吻戏不多 不过在书库里的强吻戏 却很经典 李蒜 隐忍多年 在德任一次次推开他 一次次互相伤害后 他终于克制不住 在书库里霸道 强吻了德任 最终 德任原本想走开 蒜却快步追上 直接拉住德任强吻 这一段真的很带感 俊浩完全演出了李蒜 作为帝王的霸道 除了衣袖 俊浩在之前的作品中 其实也有过很多经典吻戏 比如在记忆中 俊浩和尹少戏 饰演公司同事 原本互看不顺眼 后来却坠入爱河 两人在公司里互热拥吻 这一段也是轻到让人害羞 在油腻的Banel 俊浩则是把张力元 直接抱起来轻 这一段也实在是甜到不行 以上就是十位 最会吻的男神演员介绍 大家都看过 他们超强吻戏的经典场面吗 非常推荐 还没看过的人 可以上网看看 看过的朋友 也可以再回味 这些真的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呀 如果还有大家心目中 很会吻的男神演员 都可以在底下和小编分享哦 请不吻的男神演员